最近刷金日头条总能看到在泰国生活的国内同胞们 然后看着挺想笑 因为分享的事情让我觉得很诧异 大概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什么样的人就不说了 主要是来聊一下关于我们国人的优越感 就特别到了东南亚这些国家之后的优越感 而且这些人绝大部分是来自于一线城市 这种莫名其妙的优越感就非常非常强烈 然后有个视频是这么说的 说人人都说泰国人对吧 微笑国度礼貌待人很有礼仪 但是他碰到的一些人就不是这样子的 他举了他的邻居老是投诉他们 说他们产生噪音啊 说了几次之后呢 为了避免这样的一些纠纷 他们就尽量的恪守自己的一个 怎么说恪守一个规则 有公寓的一个规则 因为泰国大部分的公寓是不能抽烟的 对吧 那当然我就在公寓里抽烟 我是属于典型美素质的 我是属于来自于一线城市典型美素质的 这个先说明 然后我继续往下说 然后呢 他的丈夫好像有几次在房间里抽烟 被泰国邻居看到并且投诉了 那么其实在泰国的公寓里面抽烟 真的如果有证据 有拍照 专门有这样的人 拍了照之后呢 是要发款的 那么呢 抓了几次之后呢 他就遵守规则了 他老公就跑到楼下 专门的吸烟区去吸烟 对吧 但是呢 吸烟区那里比较晒 就太阳比较大 所以他就躲在一个阴凉的角落里 那么这个角落 已经离开了吸烟区了 于是呢 又被楼上的邻居投诉 就感觉楼上的邻居是盯着他的 那个楼上邻居呢 大概住十几岁吧 说忽然他家环境了 他就拿这个来说事 那么我的理解 他分几个方面啊 第一个方面就是 我们中国人有时候到了 其他国家真的是 蛮随心所欲的 就是很多国内养成的一个习惯 他可能还不一定和素质有关系 对吧 就养成的一个习惯 觉得多一点少一点都无所谓 比如说你在银行排队 或者是在医院排队 对吧 哪怕是遵守了交通规则的 但是那个英米线通常对 一半人以上是没有任何作用的 就踩啊踩啊就踩到了 那根线前面去了 但在国外 我发现不管是什么国家 有没有不遵守这样规则的人呢 有 但是一旦遵守了呢 他们遵守的相对来说就比较到位 但我们中国人不是 我们中国人心里 努力想着再提高自己的 这个个人素质 对吧 所以必须得遵守规则 但是呢往往做不到完整 不能用完美这个词啊 用完整这个词 那么所以呢 有时候在想 如果一旦你在国外 特别是在某一个地方 接触了一段时间 和人和人群接触了一段时间之后 如果接二连三的 遭到这样的一个问题 我相信对方有 很大的责任 他就盯着你了 对吧 有些人就是 这个全世界都有 就小心眼 就感觉像巨尾会大妈一样的 就手臂上就插一个红袖装了 他觉得什么都要管 就想盯着你投诉 然后呢 但是呢 还有一小部分的原因 可能是源自于你 正如以前在巴提亚生活的时候 当时有一个 老上海的朋友 是一位老人家 对吧 然后他的隔壁住着一个日本人 然后那个日本人就在杠杠 几次在他的门上面贴字条 大致的意思就是 你做饭的时候不要开门 这个也是所有大国公寓 绝大部分的公寓是规定的 你做饭的时候不要开门 那中国人又不管 对吧 你房间里油烟那么大 那么小的一个油烟机又排不掉 咱中国人烹饪油烟大门 就习惯就去开这个门 那你说 中国人在开这个门的时候 是绝对不会想到这个油烟可以 甚至可以把对面的房间的门或公共走道的墙给熏的都是油烟 他们不会想到这个问题 因为其实不用太久的 你如果每天做饭开这个门的话 一个月不到 对面的房间门就是厚厚的一层油 因为很多公寓 他的门就好一点的 他会门和门错开 不好一点的可能就是门对门 而且他的走廊也没有那么宽敞 对吧 有些通风还不一定非常好 具体看你在哪个位置 中国人是不拐不顾的 所以说一方面可能你平时做的事情让别人讨厌了 但是你并没有感觉 你完全没有意识到你这么做是让别人起了厌恶之心了 郑多还有一次刷到一个粉丝量很大的一个人 一个大名 然后他的母亲应该是来巴提亚了 然后住在一个我反正非常不喜欢的一个公寓 然后这个母亲应该是一位教授 就是说话和爱可亲 有你想这种应该怎么说书香门第对吧 又教了大半辈子的书 书卷器包括大人街舞 我相信在国内应该是属于完美的一个知识分子 但是他也没办法去避免一个习惯 就在视频的中后期就看到他站在楼上 和楼下的自己的孙女们 还有儿子在说话 就隔着他个十几层楼 很大声在那边叫喊 就互相在那里叫喊 说我听不见什么叫什么诸如此类的 那其实来过泰国的朋友应该是知道的 就是泰国人哪怕在电梯里面说话 声音也相对来说是比较低的 你一旦你进入任何一个公寓 进去之后你发现电梯里面很吵 那只可能两种人 一种是中国人 还有一种是韩国人 棒子也很吵 对吧 日本人这一定做得比较好 但是这个在中国太正常不过了 可能以前像我小时候对吧 家里挨家挨户还没有电话的时候都是传呼电话 包括是发什么电报啊 传真啊 不叫传真就叫电报 都是大声一吼 对吧 某某某某家来电报了 或者是某某某某家有你的电话 对吧 就跑不出去 基本上都是靠海 但是也就因为这样的一个习惯 就导致你到了泰国之后 泰国人是非常讨厌中国人大呼小叫这一点的 所以没办法 这种习惯呢 短期之内肯定是改掉了 所以想奉劝那些常居在海外的 不管是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 尽可能的减少自己的在国内养成的一些习惯 因为这些习惯给别人的感觉是真的很不好 很差 所以第一点 第二点呢 就是 那位西烟被投诉的这哥们呢 说他有一个朋友 也因为泰国人的投诉 并且不得已 只能选择把房子卖的重新换地方 这个我觉得肯定是被针对了嘛 对不对 只要你走中路嘛 走中路就要被针对了 但是呢 如果能被针对成这样子的话 那除了对方的一个变态的心理以外 也可能这个人以前饱受中国人之苦 为什么说饱受中国人之苦 就像当年巴提亚中兴海 在17年的时候移民局挨家挨户查楼 只要有短租客直接搬到大街上去 有做过这样一次举动 那就是因为中兴海里面住的一个比较厉害的政府官员 他强烈要求的 为什么 为什么的话可以去看看The Base这个公寓 在没有疫情的时候 在旅游不管大旺季的时候 大呼小叫永远在整个大堂里面能听到 很多很多中国人就在那里大声聊天 大声说话 大声吼叫 所以造成这样的一种造音 让其他国家的人是很难接受 这就是我想说的 关于为什么有时候你在国外会被人针对的原因 那么处理方式 我一般进任何一个公寓 首先和保安导游关系 小小会随便给一点 因为我们中国人有一个习惯 就是现在越来越多了 就是比如不好意思 比如对不起 这两句话已经经常挂在嘴边了 但是你从他的态度上面 完全可以看出来这个不好意思说出口之后 是完全没有任何不好意思感觉的 这个对不起呢 也是说的 真的是没有任何对不起的感觉 就已然已经形成 我已然已经说了 对不起了 我已然已经说了不好意思了 你他妈还给我鸡鸡挖挖大妈 就已然已经有这种感觉了 那么 当你采取用对不起和不好意思的时候 你不如就花点小钱 稍微慧如一下 正如像过年的时候 我在背次发红包 见到的反正二十五十的一个小红包 就这么发出去 那之后的一个月 你在里面过得就像手掌一样 我只能这么说 就你根本花不了太多钱 包括这次我搬家 到阿卡迪亚也是 就是门卫应该有三班或者是四班人 就没事给点烟 买个咖啡 二十太初那种 买个两杯 每一班就两杯保安网 然后有时候你要借什么推车 之类的 也可以去给点小赢小赢 你给过一次之后 只要不是给现金 注意不要给现金 给现金的话不好 人总是有惰性的 你档次上去了 下不来 而且会被养雕 对不对 人一旦被养雕了 那就不好了 所以就给一些小赢小会 能给你极大的一个便利 现在如果我提着 上次有一个人 给我送一张桌子过来 我都不用说话 就各种保安过来 帮忙直接搬过去了 这个就是 你给点小赢小会 能换来极大的一个便利度 那么当你和工作人员关系 搞好了之后呢 如果再有什么样的邻居 来欺负你 或者针对你的话 你觉得他们真的会帮自己国家的人吗 不会的 因为他们知道你是一个比较大气的人 别人都愿意接近 是不是 这是最简单的一种方式 就不好意思和对不起 换成咖啡 换成香烟 足够了 足够你在泰国混下去了 就像我离开中兴海很久 离开贝斯 有时候离开半年 那些保安只要没有掉港的 没有辞职的 照样是立正尽力 还记得我 对不对 这就是区别 当然可能我长得人比较高 所以就比较好辨认吧 今天关于讨论或阐述那些 在国外生活被某些国家的人 欺负了之后 在网上想找一些平衡的人 说一声 你们也挺辛苦的 好像现在这些平台 已经真的变成了一个 抱怨的一个平台 正如昨天我还看的一个视频 有一个DT司机 对吧 然后有一个女乘客 整个视频我看到两遍 里面有车 车里面有那个摄像头 记录了 大致的意思就是 女孩子上车 就要踩在了前座的靠背上 然后司机就在那边 说你不要这样子 要长礼貌 然后说了一遍 两遍 三遍 四遍 五遍 对吧 最终把别人的女孩子也说生气了 当然视频里面也没有产生很大的 真论 然后事后 这件事结束之后 这个司机还拍了一个视频 说我们现在国人的素质怎么那么差 对吧 我也没有说什么 我只是说他脚不要放在什么 前座靠背上面 上面会有一个很大的脚印 很脏 怎么样 我和大哥 你如果那么计较 这是你自己的车 或者是一辆新车 你就别出来做服务性行业了 真的 这个对你没什么好处 以前我开辆70万的车 去做自大平车也做过 其他的事情碰到的更多 对吧 在这里就不一一阐述 你既然选择做 那你要磨掉自己这样的一种 锐气 好吧 这就是 今天我想对所有人说的 关于我们中国人到底怎么了的话题 好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结束 明天的话会发 去向导钓鱿鱿的视频 拜拜 这就是带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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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一起来看的 带来的 带来的